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做下自我介绍 我来自山东省 知道是举县南亚开 您呢 他老婆吧 什么叫他老婆爸 身体能够一直站立吗 站立会行 我们拿个凳子好不好 那可以 还挺重 对 八九十斤的 可以吗 可以 做好了 那我们还是得把这关系给捋一捋 什么叫老婆爸 那时候我刚离婚吧 然后我自己弄着两个孩子 你结过婚 我结过婚 然后小孩要吃要喝 我去集市上买东西的时候 急急忙忙的买上点菜 这就想往回走 正好天也不怎么好 然后就是那时候出租车也少 就是无意之中看见 那路边是停了一辆出租车 但是因为他在里面给人修 修东西 那我又不知道他是在里面维修 我以为是停了出租车 场上没人混同一定坐上了 正好他毛腰在那里修东西 我一定坐他身上 这么大一人 你坐人家身上 他那小 这人小 就那车坐就这么高 人就趴在底下 他看不清 打白天你也不注意你 不是心心肠肛门丑 不也坐上了 你多少斤 那时候轻 那时候年轻也漂亮也轻 那时候也就110斤 110斤也不得了了 没事 他撑下 你这是天上吊下个林妹妹啊 哎呀我一坐上这实话 然后他妈呀一下子 可大声了 妈你做人了 完了我就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我就敞开后边的车就坐上 我师父快走 我很急孩子在家 路上的时候咱可不能说一路一句话不说吧 哎呀你咋鸡成大人 你这打车也不丑点 离婚了自己领 还过日子 你倒是对谁都诉说家庭痛苦啊 好像见着他觉得他挺实的挺老 那就半道上把他扔下去了呗 没有 他不是回修理部吗 那他回他修理部说我就在这 有空过来玩吧 就那没事就去 你们俩谁追的谁 我 是吧你咋追的他呀 说来听听呗 那就是闲着没事 就是逃去他修理部 谁总破的窗户这儿啊 我 你说啥了 嫁给我吧 不对 嫁给你吧 就我给你做老婆你敢要吧 我的天呐 哎呀这缘分来得太突然了 那都有一段时间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你是心花怒放呢 还是突然之间噔噔一声被吓住了 啥感觉 当时的时候就是 我心里你怎么还能 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你怎么还能嫁给我嘛 嗯 当时没有想到那些 当时没回答我 他就是死追 怎么追你给他做饭啊 洗衣服啊 他给我做饭 哈哈哈哈 他有道台高吗 没有 他给你做饭 锅就放在地上嘛 啊 我们家从来 从来 多数都是我老公做饭 他会照顾人 啊 他会体现我啊 反正个人有个人的好处 那就问图老师 那高的大的你能拿到他拿不到 那必须得我去干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男生 前面那一段婚姻不是很快乐哈 也不是很幸福 嗯 因为我前夫妮比我年龄大一点 然后我婆婆你就当家 受气吧 嗯 我说经常挨个打呀什么家 我说你干最多 饭吃最少 这日子没法过了 他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就觉得哈 前一段婚姻挨打受气 嗯 我要找个 受气包 受气包的话 那我就完了 嗯 那我这得一辈子 你要找个受气包 那我得找个 出气筒 这就和谐了 这是出气的 这就和谐了吗 是吧 嗯 所以你找他是因为他能包容你 哎 他就什么事都让着我 办了婚礼没有啊 办了 今年春节五月份办的